在陆路交通管理局的安排下,本台独家获准进入位于滨海东的行动控制中心拍摄。 工作人员利用闭路电视,密切监察两条高速公路的交通情况,总长17公里。 这里属于滨海高速公路和加冷百利巴高速公路的中央控制中心,工作人员全天候24个小时,分三班工作。 每一班共有四名陆路交通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和一名承包商执勤。 控制中心指出,按照规定,工作人员必须在事故发生后的八分钟内赶到隧道给予协助,比起在地面的15分钟更严苛。 而在控制中心工作的承包商将根据指示提供拖车服务,也协助管理和维修路况提示系统。 控制中心指出,隧道内严禁脚踏车以及运载化学物或石油的卡车进入,不过还是发生了误闯隧道的事故。 萨雷扎也指出,入业时分更需提高阶梯,因为交通量虽然减少了,却可能促使更多司机冒险超速。 而作为中心主管,交班时也必须同其他组员做好协调与沟通,才能确保监控团队时刻保持最佳状态。 新传媒新闻记者,聂国卫报道。 新闻记者,聂国卫报道。 新闻记者,聂国卫报道。 varsa demonstrations,聂口卫报道。 新闻记者,聂国卫报道。 。